嗨,我是徐徐 那非最近喊剧《假面女郎》有人看过吗? 这部剧一上线就拿下收视排行榜冠军 被评为2023最佳喊剧 容貌焦虑,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生存不易 剧中女性角色的不畏强权全员封批 让人看得的确是十分过瘾啊 我一口气就算了七集 而其中女主经貌美的三个阶段 分别由三个女演员共同饰演 每个阶段的角色都让人印象深刻 而中年经貌美的饰演者高贤婷 就是我们今天影片的女主角 她的故事虽然没有《假面女郎》 那么风批和夸张 但也比得上一般韩剧的狗血了 她曾经是韩国小姐亚军 嫁入豪门过了八年阔态生活 离婚后惨遭前夫家封杀 后来凭实力走出困境 拿下演技大赏 成为和全智贤孙一真比 兼的Top级女演员 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讲她的故事 高贤婷出生于1971年 她从小就长相精致 高二那年18岁的她去美容院剪头发 美容院老板看她这么好看 并建议她去参加韩国小姐大赛 高贤婷真的就去了 一举夺的亚军 第二年她就以电视剧 挂在枣树上的爱出道 高贤婷应该就是那种天赋型选手吧 虽然没学过表演 但她演起戏来自然灵动 又加上她性格爽朗大方 外星又好 在演艺圈可以说是顺风顺水 五年后 她出演了SBS推出的电视剧《沙漏》 这部剧在韩国引起轰动 可以说是万人空巷 高贤婷呢 也迎来了自己事业的高峰 然而和我们之前讲过的许美静一样 在事业最红时 才24岁的她 却急流勇退 宣布自己要退圈嫁人了 她结婚的对象 是三星集团现任会长李再荣的表弟 新世界集团李明熙会长的独子 郑永正副会长 在介绍郑永正之前 我觉得很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她的母亲 新世界女王李明熙会长 李明熙是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炳哲最小的女儿 被称为是三星家族最有魄力和威严的女人 1987年 三星创始人李炳哲离世后 三儿子李建熙继承了会长一职 五个子女都分别继承了集团的一小部分产业 最小的李明熙只分到了集团里最不起眼的新世界百货 当时在全韩国只有两个店 靠着李明熙的沙发果断 新百货越做越大 她后来也登上了韩国女性富豪第一位 而在这之前呢 她低调的做了十年的家庭主妇 是父亲李炳哲在她三十多岁的某一天 突然提出让她去上班 让她不要安逸于家庭 而是要到社会上活动发展自己 这也是一段很有意思的小故事了 如果大家对三星家族感兴趣的话 我们找机会做她几期影片讲一讲 总之呢 新世界集团后来就到了李明熙的儿子 郑永正手里 郑永正本身也是十分优秀 他在美国留学时发现了商机 是第一个把星巴克引入韩国的人 苹果和特斯拉的韩国一号店 也都是经他的手进入韩国的 目前郑永正在负责新世界集团产业中 最重要的一买得超市 郑永正和一般的富三代弟子可不太一样 她非常接地气 不仅在综艺宣传视频中以亲民的形象示众 私下呢也经常和客人们直接交流沟通 而她和高贤廷的相遇 可以说是韩剧般浪漫的开始 1993年高贤廷带妈妈到美国度假 预约了百老会的音乐剧西贡小姐 却因为在路上耽误了时间迟到了 音乐剧已经开场 所有人都在专心看剧 高贤廷带着母亲只能摸黑找座位 刚好郑永正也在那里看剧 她发现了母女俩 贴心地帮她们找到了位置 后来为了表示感谢 高贤廷请郑永正吃饭 之后呢 郑永正又回请了高贤廷 在这种一来一回中 叮咚爱情发生了 高贤廷喜欢郑永正的亲切幽默 郑永正欣赏高贤廷的直率开朗 地下恋爱两年后 24岁的高贤廷就决定要嫁给郑永正 相夫教子 退出演艺圈 努力融入财阀世家的环境 对高贤廷来说 放弃大好事业嫁入豪门 并不是个容易的决定 而对郑永正来说 在极度保守 尊卑分明 仍然将一人视为戏子的90年代韩国社会 要说服自己的家庭去接纳这门婚事 想必也是经历了很多困难 虽然俩人冲破阻碍 成功结了婚 但是嫁入豪门后 只有高中学历的高贤廷 不管怎么努力学习英文和料理 生下了一男一女 却还是因为家世普通 以及演员的戏子身份 一直没能被真正接纳 传闻中 三星财阀嘉丽亲戚聚会时 为了避开他都用英文交流 虽然这个传闻后来被他本人出面击破 但像三星这种大财阀家族 家风保守死救 父权主义浓厚 规矩也特别多 比如家族宴会中他只能坐在最后排 埋怨席上娘家被区别对待 婆婆的生日刻意不邀请自己等等 原本爽朗大方的他 一天天在财阀豪门里 日渐枯萎 即使在退圈后 他拒绝了媒体的一切采访 狗仔却没有放过他 结婚两年后的97年 他被拍到了公送公公上班的照片 这有没有让你想起林依晨那张著名的送公公上班照呢 照片里的高贤婷表情阴郁 也看不到往日的风采 恰逢当时他和丈夫感情不合的小道消息满天飞 照片更像是证实了这些谣言的可信度 直到他生下孩子 传闻才渐渐平息 但是孩子也并没有为这个家庭带来长久的安稳和幸福 高贤婷和丈夫家的矛盾越来越深 他经常被看到和友人在外喝酒见面 在电影适应会上有感而发嚎啕大哭 深夜驾车却发生交通事故等等 而接下来一件事情的发生 更是为他们的婚姻划下了据点 2003年10月 警方收到一则新世界百货职员的报警 他声称24号 一辆市值1.7亿韩元的保时节轿车被偷了 车和车里价值600万韩元的钱包全都不一而非 然而弄丢车的不是别人 正是高贤婷本人 首尔警察搜索队很快就根据监控和证物 逮捕了两名偷窃的嫌疑人 这个事件把高贤婷和郑永正的婚姻推向了终点 很重要的原因是 这辆车是属于新世界百货法人所有的礼仪用车 属于是公用车 而高贤婷却作为家属私自用这辆车 因此消息曝光后 马上就有人质疑 为什么家人能私下随意驾驶公司所有的公用车呢 本来应该是个人应承担的税金维护费等等 最后是不是都有公司来支付了呢 新世界百货从多年前就提倡透明经营的企业文化 一切都追求公开公平公正 但是高贤婷私下使用公司的车还遭遇盗窃的事件 引起了巨大的社会话题 使企业的形象受到严重损害 2003年那个时候 因为对企业和家族形象的担忧 财法家族还是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的 禁止离婚 因此就算小道消息满天飞 大众依然觉得他们俩会凑合过下去 但仅仅两个月后 三星家不成文的规定就破灭了 12月19日 高贤婷以夫妻性格不合的理由 向法院提交了离婚调解申请书 结束了这段长达8年6个月的婚姻 和我们之前讲过的SK集团离婚案用了三年时间相比 他们只用了两个小时就完成了离婚调解 真是速战速决 也可以看出高贤婷想逃出好门的迫切和决心 根据法院透露 双方在没有意义的情况下就离婚达成协议 5岁儿子和3岁女儿子女的侵权归郑永正所有 另外郑永正向高贤婷支付了15亿韩元的精神损失费 离婚后的高贤婷马上宣布回归演一圈 但新世界百货暗地里对他进行了封杀 不允许挂上任何他的海报 品牌们因为对新世界有所顾忌 也不敢邀请高贤婷 他失去了对艺人来说占很大一部分收入的广告费 但是咖位和实力就摆在那里 他回归了第一部电视剧春日一开播 就创下了电视剧收视率的新纪律 之后呢不管角色大小他都不令出演 海边的女人善德女王等经典作品 让他终于走上了演员神坛 2010年他拿下SBS演技大赏颁奖礼中最有分量的奖项 大赏 高贤婷在发表感言时说 一直后悔把年幼的孩子丢在婆家 自己一个人逃离了财阀 他被禁止探望孩子 这些年一直在想念孩子 而这也成了他努力工作的动力 只有自己变得更加了不起 孩子们才能经常通过新闻媒体见到妈妈 高贤婷离开之后 两个孩子一直由郑永正的妹妹 新世界百货的总长郑又进来帮忙抚养 直到2011年郑永正和大韩航空前社长的女儿 演奏家韩智希结婚 孩子们才有了新妈妈 结合了郑永正的智慧 高贤婷的美貌的大儿子郑海灿 不仅仪表堂堂 学习成绩也非常优异 初中去美国留学后 也一直担任学生会长 并考上了康奈尔大学 而他们的小女儿郑海人 简直从外貌到性格都是高贤婷的翻版 在一个匿名提问的社交软件上 有人问她是否知道自己和生母一模一样时 她表示长大后一次都没有见到过亲生母亲 回答之间尽显生疏感 因为奶奶李明熙和姑姑郑又进的控制 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 没有和高贤婷留下一丝丝回忆 未来也大概只会走上更加遥远而不同的道路吧 当回顾起和郑永正的这段婚姻 高贤婷曾说过自己并不后悔 高贤婷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 相信最新的这部假面女郎 应该会打开她的国际知名度吧 以前的女明星似乎给自己的出路 就是找个豪门嫁了 但现在这样的新闻越来越少了 那些嫁入豪门的女明星 有的被丈夫拖累 有的离开夫家另寻他处 好像豪门也并没有那么好 时代不同了 女明星们的袭击能力和影响力 也许并不比一般豪门少 她们不再需要去寻找豪门富商 来保证自己的明天 我们现在听到的 常常是女星和奶狗 或者和优秀的青年才俊在一起 努力搞事业 得到业界认可 理性投资似乎是现在女星们的首选 也的确如果高贤婷没有过硬的演技 那他离开豪门后 演艺圈是否还有他的柔身之处 就要打上一个问号了 所以业务能力才是硬道理 与其嫁入豪门步步小心 与其把自己的一辈子 都寄托在一个男人身上 还不如努力搞事业 花自己的钱 跨以人生 当然以上都是我个人的一些浅显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 如果你喜欢看财阀王氏明星的故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